好緊張喔 國道一台台汽車 在快車道慢了下來 下一秒一條電纜 像寫滴子般 橫掃雙向車道 分隔島上的防旋板 整排被削斷 前面一輛收旅車 被騰空傳起 怎麼會這樣子 慢動作再看一次 相信車撞到分隔島 失控往後方撞 接著整台車 像是被傳起來反滾一圈 再大力撞擊到後方車輛 發生劇烈聲響 目擊民眾驚魂 未定魂都嚇飛了 就是這條奪命電纜線 猛力乍向民眾的車 還在空中來回拉扯 你有沒有看到一條線 那邊疏過嗎 待會你會看到 一台飛機就背開了 驚險車禍發生在國道3 苗栗通宵路段 南北雙向車道 台電承包商 在上空更換16萬1千幅的電纜 因人員疏失導致電纜線掉落 造成鄉行車被勾住後 撞擊內側護欄 而北向的連接貨車 纏到線 往北脫移 使南向原被撞擊的休旅車 整台翻覆 連環追撞後方車輛 再有7人的翻覆休旅車 車中的人 還都被壓在車體下方 怎麼有這種歪壓車跑出來 真的很離譜 太過去了 就被勾到 勾到他就撞到那個安全島 這起車禍 造成汽車追撞 一名65歲婦女 因臟氣外露 傷重不治 4名傷患送醫急救 很抱歉 現在原因都還在調查 我們也一樣知道原因 我們去問問上司 我們當然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整起事故造成沿線毀堵 好幾公里 好端端行駛在國道上 卻在幾秒內 被電線禪起翻覆 混亂國道 離譜車禍 讓民眾感到不可思議 猶如絕命終結場面 活生生在眼前發聲 好幾公里 好幾公里